SBL例行賽接近尾聲 最後一支舉辦主題周的球隊 玉龍可是下了重本 華麗燈光秀加碼出自家汽車一台 果然成功吸引許多觀眾進場支持 有了球迷加油聲助陣 恐龍大軍打出強悍氣勢 不讓浪花兄弟轉美於錢 刺青標課呼開箱展現射手本色 17號對上達星 第三節On Fire狂轟16分 進入無我境界 全場三分球四投三中 砍盡生涯新高27分 帶領玉龍101比77 大勝呼君收下二連勝 不過喊話在主題周 三場全拿的恐龍大軍 第三戰與蒲園上演龍頭之爭的對決 卻是天不從人願 難魔射手呂正如熄火 外線攻勢停擺的情況下 橘色大軍趁虛而入 替補上陣的李其偉四顆三分彈 但無虛發貢獻全隊最高20分 加上蒲園團隊高達6成2的3分 全球命中率完勝禦龍的2成1 橘色大軍以17勝 失敗的戰績獨居聯盟龍頭寶座 至於亂集團裡的富邦勇士 本季例行賽從來沒有贏過達星 18號兩軍最後一次對壘 勇士們將士用命 全隊五人得分上雙 尤其是豪帝林書尾 決勝節連表兩季三分彈 不但拿下全隊最高19分 外帶三助攻 更幫助富邦80比75 本季第一次擊敗胡軍 但真要說好心情 金九這邊可是笑咪咪 靠著洋仗Ramos持續發威 17號擊敗紅色旋風 創下對時單季最多的15勝紀錄 要局聯盟第三名 但金九得益的背後 哭主就是台銀 儘管洋教Garcia每場都燃燒宇宙 交出Double Double的亮眼數據 但在戰力捉襟劍軸的現況下 缺少第二得分點讓Garcia孤掌難明 紅山軍目前只能以10勝18敗 與台皮並列墊底位置 本週就看台銀和台皮 兩軍誰能搶勝 擺脫爐主 交出最後一張季後賽門票 外地新聞綜合報導